來看畫面中這個毛茸茸的小傢伙 他正滿足地喝著奶 這三隻小小的白鼻心 上個月中在綠島被發現了之後 送到了臺東的動保協會來照料 別小看他們 因為他們可是個大胃王 每天都得喝奶五到六次 都是累 都累壞了 照顧他們的保育人 而現在呢 三隻白鼻心體重 已經增加了一倍 等到他們長大 也會帶回到綠島來野放 吃飯時間又到了 但嘴巴才動到一半 眼睛卻慢慢快要眯成一條線 保育員趕緊晃晃奶瓶 叫醒這隻小小白鼻心 他胃口相當好 每天得要喝個五六次奶才滿足 這三隻小小白鼻心 害媽媽走丟了 在綠島被民眾發現之後 送到臺東 三隻被取名為 綠島之星一號 二號跟三號 整天黏在一起 就連曬太陽時也不例外 短短三個禮拜 就從原本的兩百多公克 長大到四百多公克 前陣子協會也在路上發現兩隻被棄養的白鼻心 要是晚點被找到恐怕命在旦夕 保育員也提醒民眾 不要私自飼養野生動物 人類環境跟大自然還是有差別 又有傳染病風險 還是讓他們回到山林的家 一個自在長大的地方 豪志新聞 陳軍藝 蔡長剛 蒲馨宇 台東報導 國旅鎮